它在全球范围的高速公路 普通公路 所有公路挑战燃油效能 汽车价格在世界各地上升的同时 它仍然是燃油效能最佳的小型房车 同类车中率先使用1.4升涡轮增压引擎 高性能 低油耗 难怪它在全球60多个国家都是增长最快的品牌 在本国同受欢迎 全新Chervillet Cruz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超越一般驾驶 Cruze 博士警方唐人街展开十周严打 着重打击偷盗等轻微犯罪行为 联邦移民部长违反规定 滥用议员正式信头为保守党筹款 遭反对党炮轰 利比亚首都在线大规模反政府示威 前司法部长号召民众战斗致死 美国辉煌号地球观测卫星发射出现故障 与运载火箭一起坠落太平洋 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3月4号星期五 您现在收看的是国语晚间新闻 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首先先来关注本地方面的消息 都伦多警方日前对唐人街的盗窃等 轻微犯罪行为展开了 为期十个星期的严打行动 意在为当地的居民和游客 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 这项名为蓝兔子的行动 已经从昨天开始 会持续到5月10号结束 范围是Collins Street以南 McCow Street以西 Queen Street West以北和August Street以东 警方将在唐人街社区 派驻更多警力 着重打击 偷盗 破坏公共财物 街头涂鸦 以及与醉酒和毒品有关的犯罪行为 唐人街商业促进会的负责人 对警方最新的严打行动表示欢迎 在多伦多当警察 职业风险虽然比较高 但是相对的收入也很可观 据报道 休班警察受聘去交通路口附近的 施工现场指挥时 实行可以达到65加元 而且因为市府复利的严格规定 一些并不需要警员前去的工程 也被迫要聘请警察 市府为此每年要多花费200万加元 审计报告显示 2009年多市警队一共接到 41,000个到工地指挥交通的有偿任务 执行这些任务的休班警员 每小时的时薪为65加元 审计报告还称 虽然在交通繁忙的路口 确实需要警员来指挥交通 但是在一些交通流量较小的路段 一名交通鞋管员 甚至一块慢行的告示牌就已足够 但是因为市府复利的限制 而不得不花费大笔金钱去聘请警员 派出这些工作的机构 包括多伦多市府的各部门 多伦多公车局 水务局和电力公司 本地恐怖组织 多伦多18的一名成员 今天被判处终身监禁 10年内不得假释 至此针对所有18名成员的 司法程序已经完成 35岁的Sharif Abdelhalim 因为加入恐怖组织 并企图实施爆炸 于去年被定罪 今天在宾顿市的一间法庭 法官判处 Abdelhalim终身监禁 10年内不得假释 这一判刑 与多伦多18组织的头目 Sakaria Amara的刑期相同 Abdelhalim与其他17名成员 于2006年夏天被捕 并被控密谋炸毁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驻多伦多办事处 多伦多证券交易所 和安省东部一个军事基地等设施 这18人当中 有7人的指控 已经被撤销或是推迟 其余11人被关押入狱 早前有传言指 多伦多市议员Dog Ford 将会于今年的10月 转战省选代表保守党出战 但他日前表态说 已经婉拒了这项邀请 Dog Ford是市长福特的哥哥 他曾于上月表示 考虑成为一桃壁谷北选区的 保守党省选候选人 但是Dog Ford日前改变了想法 他指出现在他的弟弟福特 要他帮手对市府进行大改革 因此不会转战省选 加国方面的消息 联邦移民部长肯尼 日前违反国会的规定 将国会议员的正式信头 用在为保守党筹款的信中 因此遭到反对党的炮轰 反对党已经要求他引咎辞职 移民部长的下属 将一封本应交给保守党议员 张丹肯的带有 国会议员信头的筹款信 错误地递交给了新民主党议员 Linda Duncan 为此移民部长肯尼被指 违反了国会条例 国会明确规定 禁止国会议员使用官方信头 为党派筹款 今天在众议院的辩论当中 魁仁政团的议员明确提出 要求肯尼辞职 据悉肯尼的下属 已经向部长提交了辞职信 在这封被送错收件人的信中 保守党要求各选区 筹集20万家元的资金 用于为春季大选展开竞选活动 信件当中还附带一份 保守党在多伦多和温哥华等 10个重要选区 争取少数族裔选票的详细计划书 有新民主党国会议员指出 在处理移民申请个案方面 移民部长拥有足够的权力 因此使用联邦移民部的头衔 来为自己的党派寻求支持 是不合理的做法 由于臀骨断裂病情加重 联邦新民主党的领袖林顿 于今天入院接受手术 而他的健康状况将有可能成为 该党决定是否在今年春季 进行联邦大选的重要依据 新民主党的媒体负责人表示 手术后林顿在今晚就可以下床 将会在保守党于本月22号 公布财政预算案之前 得到良好的恢复 并且及时回到国会参与预算案事务 我们再来看 一名温哥华妇女近日向媒体爆料说 她在卑诗省的一家医院 做完一个大手术之后 被迫在繁忙的医院走廊里 度过了36个小时 这名妇女介绍说 她于2月25号 在New Westminster的 Royal Columbian医院 做了胰脏手术 原本被告知会得到 与其他患者相同的对待 结果却在手术后 因为没有空病房 而被安置在医院走廊的 一张病床上 过了一天半的时间 她说在她疼痛的时候 无法呼叫护士 而是要用自己的手机 拨打医院前台的电话 再转接给护士 Royal Columbian医院 本周因为急诊室过于拥挤 而将病人临时转入旁边 一间Tim Hortons咖啡店 成为头条新闻 当地卫生局负责人表示 医院方面已经设法避免 将重症患者 放在走廊的病床上 但是因为资源紧张 有时候实在没有其他选择 国际方面 利比亚反政府示威者 今天再次在首都迪利波里 举行反政府示威游行 前司法部长号召民众战斗致死 赶走卡扎菲 解放利比亚 而卡扎菲政府军 则在迪利波里等多个城市驻守 据报道 首都迪利波里的示威过程当中 再有枪声传出 利比亚政府当天 在迪利波里附近的检查站 加强了军警戒备 有目击者说 迪利波里城内多条道路 都有士兵以及便衣警察把守 阻止民众前往寺庙参加示威 外国记者的行动也受到了严格的控制 在反政府军控制的东部城市班加西 广场上有大批民众进行反政府示威集会 在捕雷加的反政府军严阵以待 利比亚其他多个地区都有冲突发生 军方继续空袭东部被占领的军事基地 但是没有命中目标 与此同时 在另一个港口城市拉斯拉努夫 反对派和卡扎菲的支持者爆发冲突 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 今天决定于3月19号就宪法修正草案 举行全民公决 据埃及中东社报道 宪法修正草案全民公决 将于当地时间3月19号早上8点开始 晚上7点结束 埃及宪法修改委员会主席 上月26号公布了宪法修改情况 修改内容涉及总统候选人资格 总统任期 选举司法监督 议员资格确定 副总统任命和紧急状态等条款 根据这一宪法修正草案 埃及总统任期将从6年缩短至4年 而且只能连任一次 不能再像以前一样 可以连选连任 数百名伊拉克民众 今天聚集在首都巴格达 举行反政府示威活动 这些示威群众聚集在巴格达的解放广场 高喊口号 要求政府提升安全 增加薪资 以及提供更好的政府服务等 巴格达在2月25号也曾举行过愤怒日打游行 要求总理马里基下台 示威当时曾经爆发了 安全部队与示威群众的严重冲突 我们再来看 美国航天局今天发射的 辉煌号地球观测卫星 未能进入预定轨道 最终连同承担发射任务的火箭一起 坠入太平洋 美国航天局今天一早在加利福尼亚州 范登堡空军基地举行发布会介绍说 发射故障可能与运送辉煌号地球观测卫星升空的 金牛座XL型运载火箭顶部的整流罩 未按预期分离有关 美国航天局将进一步分析故障原因 辉煌号与美国东部时间4号清晨59分 从范登堡空军基地升空 不过在其升空大约6分钟后 美国航天局即宣布发射出现故障 辉煌号配有最先进的传感器和监控器 美国航天局曾希望它能帮助科学家 研究太阳和扶制对地球大气的影响 美国劳工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2月份美国非农业部门 失业率比上一个月下降了0.1个百分点 降至8.9% 这是美国失业率连续第三个月下降 显示出美国就业市场有所改善 数据显示2月份美国非农业部门 就业岗位增加19.2万个 增加的就业岗位主要来自制造业 建筑业和交通仓储业等 但是地方政府延续了裁员趋势 美国2月份的就业状况 与经济学家预期相近 经济学家认为 失业率高起时美国民众 避险意识增强 消费意愿下降 储蓄率较危机前大幅上升 这些因素会反作用于 消费战主导的美国经济 在此轮经济危机当中 美国一共丧失了超过 800万个工作岗位 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美国历次经济衰退中 失业人数最多的一次 国际新闻到这里先暂时告一段落 稍事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中港台新闻为您报道 中国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人民大会堂举行预备会议 中国军方证实 网上流传的中国空军 新一代歼20战机是非片段 真实可靠